这群抢劫犯太猛了 手持重型机枪 对着现场阻拦自己的保安 就是一通无情受割 而且他们训练有序 装备精良 转眼间 现场便失衡便也血流成河 这伙人的老大名为麦赫迪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种兵 退伍后下岗再就业 召集了一支由退伍特种兵 组成的四人抢劫团队 专门替天行道 抢劫黑帮分子的不义之才 他们非常专业 行动之前一定会派出无人机 勘察地形 详细安排好抢劫的每一个细节 和撤退路线 这一次 他们瞄准了一个踩石场 至于为什么 咱们接着往下看 队员们一进入踩石场 为了抢占先机 首先开火 而踩石场的人 也立刻持枪反击 奋勇抵抗 但是却挡不住 重击枪的猛烈火力 眨眼功夫就被团灭 整个被射成了马蜂窝 他们撞开汽车障碍 来到了踩石中心 火力全开的优质装备 让麦赫迪他们 试住了局面 然后轻车熟路地 开走了踩石场 装有石料的卡车 回到了自己的仓库 几人抡起大锤 砸开石头表面 随着石头的破裂 里面竟然露出了 整条的金块 原来 麦赫迪等人的目的是在这里 四人迅速取出所有黄金 封好了赃物 这次的行动万无一失 大获成功 他们带着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 庆祝白天的胜利 但是团队里的老王 不想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 这些年 靠刀头填写 接来的财富 两辈子都花不完 他想金盆洗手 陪着妻儿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麦赫迪是个好领导 他理解老王的意思 同一起离开 刀头填写一辈子 也该收手了 第二天 麦赫迪依旧跟网上一样 来到教堂祈祷 但就在这时 麦赫迪的妹妹安娜迎面走来 安娜一上来就质问她 害死了弟弟 还不罢休 现在又害自己的女儿 向尼斯也被人绑架 麦赫迪连忙解释说 这件事和自己没有关系 湘尼斯被绑架 肯定另有隐情 原来 湘尼斯并不是妈妈眼中的乖乖女 此次绑架完全是自己做的 她利用自己年轻漂亮 经常伙同几个小混混 玩仙人跳的把戏 坑骗有钱男人 这次他们的目标 就是这个大胡子体中海 湘尼斯来到房间 开始配合她的恶趣味 不紧不慢地 把她靠在了柱子上 光头还一脸地期待 谁知 湘尼斯转身就打开了房门 在门外接应的同伙珍妮 冲进房间 开始搜刮财物 他们在地上找到一个 黑色的手提袋 尽管地中海 神色慌张地大声喝止 两人还是带走了 那个黑色手提袋 珍妮临走时 还挑衅地掏出 一把水枪逗她 他们拿着袋子来到楼下 心想那老头 这么紧张这个手提袋 这次一定能大赚一笔 可是 当他们迫不及待地 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面粉 足足有8公斤 两人顿时惊慌失措 他们只是想敲诈那些 变态老头的钱而已 并不想招惹道上的人 两人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只能先暂时回到自己的住处 回到家后 其人一致认为 这么一大包面粉 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杀神之祸 必须尽快转手 说干就干 第二天珍妮就带着东西 来到了地下黑市 她想低价出手 快速处理掉这些东西 却不想对方 看她势单力薄 就直接把货给抢了 还暴打了珍妮一顿 心里憋祸的珍妮回去后 又受到同伴的责怪 两个人大吵了一场 而另一头 正在家里喂猫的湘尼斯 却为两个蒙灭大汉暴力掳走 临走 还把湘尼斯的母亲安娜 打倒在地 蒙灭人警告说 想要女儿平安回来 就赶紧归还他们的货 敢报警的话 就别想女儿能活着回来 受到惊吓的安娜 第一时间找到麦赫迪 认为此事和她有关 因为身边只有哥哥 才会和黑帮扯上关系 然而麦赫迪并没有去抢 什么狗屁面粉 为了查清状况 两人驱车来到了安娜家 想看看湘尼斯的房间里 有没有什么线索 警觉的麦赫迪发现 窗外有一辆 正在监视这所房间的 可疑车辆 多年的经验 让麦赫迪立马察觉 此事一定和车上的人有关 事不宜迟 麦赫迪立马偷偷摸到车后 一拳打在对方司机脸上 没想到这个人 居然是地中海 麦赫迪用安全带 缠着他的脖子 把他打蒙后 抢过副驾驶上的枪 把他拖进了屋内 麦赫迪在地中海身上 搜出来一张 湘尼斯的公交卡 湘尼斯的失踪 果然和他有关 作为一个退伍特种兵 想敲开一个人的嘴 对麦赫迪来说 简直易如反掌 在一桶牛奶水行的 残忍逼问下 地中海交代了 整个事情的经过 坦白了 湘尼斯是他们抓走的 被抓走的湘尼斯 实话实说 交代了货在珍妮那里 但是却联系不上他 毕竟平时两人 只通过一部手机联系珍妮 而地中海这次 就是来找手机的 这时地中海的电话响了 打电话的人 正是他的老大小萨 麦赫迪接起了电话 听出对方是小萨 麦赫迪深知对方的势力 告诉小萨不要轻举妄动 自己会找回那八公斤的货 换回湘尼斯 小萨因为丢了这么大一批货 火气很大 威胁麦赫迪 如果24小时之内找不回货 那你们一家就下地狱团聚吧 而且别指望 拿其他的货代替 没有他们家族的封条 他是不会认的 麦赫迪放走了 这小萨络的地中海 警告他 再来的话就绝不手软 为了保护好妹妹的生命安全 麦赫迪把他接回了自己的家 刚才搜香尼斯的房间时 麦赫迪已经找到了 那不用来和珍妮联系的手机 还在里面发现了 外甥女和珍妮不一样的关系 他顺着手机里的聊天信息 破解了珍妮的藏身之处 麦赫迪偷偷潜伏好 逮住了珍妮 询问那批货的下落 但是货已经被抢走了 珍妮也不知道在哪 线索一段事情 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而此时 抢走他们货的黑帮 悄悄地摸了上来 原来 这群人看到货上的封条 知道了这是大boss的东西 自己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再这样下去 简直就在作死的边缘 他们害怕珍妮 对别人透露出自己的消息 于是赶来杀人灭口 永绝后患 但是没想到珍妮不是一个人 混战中 麦赫迪告诉珍妮 自己是香尼斯的舅舅 是要拿货去救人 几个小混混对麦赫迪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接连干翻几个以后 带着珍妮顺利逃走 珍妮带着麦赫迪 来到了抢货黑帮的老窝 告诉她黑帮头目的房间位置 珍妮也非常担心 香尼斯想早日救她出来 于是跟着麦赫迪 一起前去抢货 可是藏货的地点 肯定没有那么容易打开 果然这个房间的门 被特殊加固过 在外面根本打不开 还好机灵的珍妮嘴皮子非常利索 灵魂带片的 筐里面的人打开了房门 没想到的是 里面就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麦赫迪顺利地找到了那批货 因为非常担心外甥女 他立马就给小萨拍照确认 正当两人正准备带着货物离开时 被打伤的那些混混 竟然已经追得上来 他们持枪 把麦赫迪和珍妮堵在了自家门口 为了安全脱身 麦赫迪只好挟持他们的孩子 一下楼 他们就顺手抢过一辆车 中麦赫迪技高人胆大惊险地逃离现场 在车上他收到了小萨发来的香尼斯照片 告诉他交易的地址 麦赫迪驱车赶往交易地点 把货给了小萨 想赶紧救出外甥女 却没想到小萨耍赖 拿到货却不立马交出香尼斯 原来小萨派人查明了麦赫迪的底细 知道他是个抢劫团伙的头目 而且他们小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小萨想让麦赫迪帮自己做笔买卖 他得到消息 后天小萨的敌对势力要运输300公斤货 途经自己的地盘 如果麦赫迪能帮自己把那批货抢过来 他就放了香尼斯 可是300公斤的面粉可不是小数目 单枪匹马去抢 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只能找自己兄弟帮忙 毕竟合作多年 交情够硬 大家都不顾危险 同意加入 麦赫迪救回亲人 四人找到珍妮准备详细计划一下 这毕竟不是一桩小买卖 而且事关外甥女性命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这批货会在明天早上八点到达海关 他们现在只有关口工厂和运货卡车司机的名字 几个人迅速制定计划分配好任务 老王负责从厂长那里拿到集装箱编号 珍妮一伙人则负责抓住卡车司机的老婆 准备借此挟持司机 第二天 麦赫迪早早来到指定位置埋伏 但是老王那边的事情并不顺利 厂长的嘴巴非常硬 死活不肯说出集装箱的编号 最后被打得口吐白沫昏死过去 眼看着海关就要开放 卡车就要开出港口 问题变得非常棘手 总不能每辆车都去打开看看吧 这时珍妮灵悸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让挟持司机老婆的那伙人 发张司机的照片过来 珍妮收到照片后 立马开始挨个排查 果然找到了司机 珍妮立马上车用枪指着对方 而司机因为担心老婆的安危 只能听从珍妮的指挥 按照珍妮的指示他开出海关 麦赫迪他们收到信号 戴上头套准备行动 但是这么大一批货 不可能就只派个司机运送 外面肯定有他们的人 果然 卡车刚开出去 一辆小车就跟了上来 麦赫迪他们三下五出二的 解决掉这几个小喽啰 就跟了上去 卡车开进了他们 事先准备好的地方 他们立马开始换车装货 还没等装完 这批货的主人 带着手下杀了过来 原来他们为了保险 在卡车上装了定位系统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火力比拼 混乱中 他们四机带上货物撤退 可是珍妮的一个兄弟 被射中倒下 但是现在情况紧急 众人无暇顾及 麦赫迪等人带着货 赶到交易地点 但是小萨让他必须带上珍妮 并且除此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跟着 麦赫迪和珍妮来到指定地址 在门口被仔细搜身 确定没有武器后 地中海才带着香尼斯 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检查好货物之后 地中海露出了 不怀好意的微笑 得意地拿枪举着麦赫迪 不料下一秒 就被暗处的老王他们击毙 麦赫迪可不是什么 单纯的小绵羊 他当然清楚 这群人拿到货以后 说不定会把他们 全都杀了灭口 所以早就在暗中 让老王他们在附近埋伏好 又是一阵激烈的火拼 寻察人根本不是 特种兵的对手 不一会儿 就只剩下一个小喽啰 抓着香尼斯做人质 可还没等他开口威胁 直接被一枪爆头 麦赫迪终于救出香尼斯 而且重弹的那个小兄弟 大难不死 被警察发现后 送到了医院 这边小萨遭到了袭击 原来是那300公斤货的 主人找上门来 那些货是另一个 狠角色克里斯的 数量如此庞大的货 被人截胡 让他非常气恼 他找到小萨的表姐丽娜 让其告诉小萨 这只是一次警告 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赶紧归还那300斤的面粉 而丽娜也不是一个小角色 她才是掌管着 家族生意财政大权的一把手 深得小萨父亲老萨的信任 而克里斯就是老萨的 一个合作伙伴 而小萨正是因为 不受老爹气动才心生嫉妒 安排麦赫迪去抢克里斯的货 此事败落后 父亲更看不上小萨了 他让小萨别废话 赶紧把货交出来 然后从自己眼前消失 老萨找到丽娜 让他帮自己把货还给克里斯 然后好好地补偿他一下 而诡计多端的丽娜 却表示不同意这样 只会受人以柄 来给克里斯一个拿捏自己的把柄 还不如打死不承认 偷偷送小萨出国地币风头 至于那批货 可以拿到别处卖掉 然后再干掉被警察送进医院的珍妮兄弟 消除掉所有蛛丝马迹 丽娜不愧是掌握公司财政大权的好手 做起事来 心狠手辣绝不手软 而另一边的麦赫迪 把香尼斯安全地送回家 看到妹妹母女团聚 麦赫迪心里感到很是欣慰 而新的麻烦又悄然找上门来 麦赫迪收到了老萨的电话 原来那日抢货现场 珍妮被监控拍到了 老萨为了消除掉所有线索 让她交出珍妮 只要交出珍妮 绝不再找他们麻烦 而此时 珍妮正在医院看望兄弟 就在他转身去倒水之际 老萨派出的女杀手进来 把病床上的小兄弟给杀了 珍妮因为兄弟惨死 一定要给他报仇 立马追了上去 珍妮随手抓起一把叉子 就要捅上去 却被一个医护人员拦住 女杀手看见拉扯的两人 立马掏出枪 准备射杀 但是枪却被撞了出去 但她快速捡起枪 打死了背对自己的医护人员 而被挡住的珍妮 堪堪逃过一死 但是看到珍妮的女杀手 准备赶尽杀绝 身上没有武器的珍妮 只能藏了起来 眼看女杀手步步紧逼 在这危急时刻 麦赫迪出现出手 救下了珍妮 而麦赫迪又接到了老萨打来的电话 老萨威胁麦赫迪 赶紧把珍妮交出来 要不然家人就会跟着遭殃 麦赫迪文言赶紧给妹妹安娜打电话 但是电话迟迟没有打通 果不其然 女杀手已经找上了安娜 他们到家门口 刚停好车就看到了杀手 安娜吓得立马开车逃跑 女杀手跨上摩托追了上去 她抄小路追上了安娜 挡在车前 而安娜为了保护车上的女儿 拥有了平时没有的勇气 她踩足油门 不顾危险冲了上去 撞飞了女杀手 而另一边倒霉的老萨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警察盯上 她本来就在警方的黑名单上 是个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只不过常年躲在国外 远程操控自己的家族事业 她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 这次中招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小萨举报的 俗话说得好 狗急了跳墙 兔子急了还有人呢 长期被老爸打压侮辱的小萨终于忍受不了 反水举报了老爸 而另一边 丽娜打电话给麦赫迪 说自己可以帮他们一家摆平此事 但是需要和她面谈 麦赫迪为了家人的安危 答应前往会面 晚上十点 两个人在车里会面 丽娜已经通过自己在警局里的关系 抹掉了珍妮的监控画面 而且老萨也被警方逮捕入狱 只不过以丽娜对老萨的了解 她这个人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不会放过珍妮和麦赫迪一家 麦赫迪知道 丽娜不会平白无故告诉自己这些线索 果然丽娜说明天老萨将会出庭 这是她入狱之前最后一次庭审 如果麦赫迪可以在路上劫走老萨 把老萨带到她面前杀掉 就给其订金200万 事后再给600万 原来20年前老萨为了脱罪 杀了丽娜的亲生父母 这些年来还一直惺惺作态 装作一副很欺重自己的样子 她要杀了老萨暴除血痕 麦赫迪回去和兄弟商量 决定只要丽娜先给尾款 他们就做这笔生意 不久丽娜回了电话告诉她 600万现金已经放在了指定位置 麦赫迪让兄弟大壮先去拿钱 这时湘尼斯因为想和珍妮见面 就把舅舅家地址发了过去 约她见面 却没想到珍妮一直在老萨手下的监视之中 这样一来 麦赫迪的位置直接暴露了 押送老萨的车队已经出发 而麦赫迪等人就在暗处等候多时 他们照常放出无人机开路 他们训练有素像狼群一样摇紧猎物 最后顺利劫走了老萨 麦赫迪带着老萨来到了指定地点 却不见丽娜的踪影 而且电话也不接 这时几辆可疑的车慢慢逼近 竟然是克里斯 原来丽娜骗克里斯是老萨抢了他们的货 还把老萨的位置透露给了他 这个丽娜果然诡计多端 心眼比马蜂窝还多 麦赫迪深吸了一口气 马上又是一场恶战 当他辛苦应对敌众我寡的惊险局面时 带走父亲的同时干掉现场的敌军 但是上车前老萨腹部中了一枪 小萨带着受伤的父亲迅速驾车离开 混战过后逃出来的麦赫迪 深觉此时险象还生 深陷葫伦 突然意识到妹妹可能有危险 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而这边大壮拿到了600万 把钱送到了麦赫迪家里 却不知克里斯派出的杀手 也尾随珍妮一路跟了过来 他们躲在暗处杀死了大壮和妹妹母女 并带走珍妮 电话那头的盲音像是什么死亡的信号 让麦赫迪心急如焚 连忙给在咖啡厅等候的老王和老胡打电话 说丽娜已经出卖了他们 现在赶紧去她家会合 话音刚落 两名枪手就杀进了咖啡厅 老胡来不及拿枪 随手抄起桌上的餐具 凶狠地杀了其中一个人 并掩护老王去拿枪 可等老王拿到枪 折返回来时 发现老胡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亡命之刻还是没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而另一边小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老萨让儿子赶紧停车 现在去医院不是找死吗 小萨却在这时和父亲坦白了 是自己一时昏头告发了他 谁知老萨根本不在乎 他只是一直在骂小萨 是个懦夫 原来父亲根本不在乎自己 心灰意冷的小萨终于还是开枪 杀死了父亲 而麦赫迪赶回家里 看着生命里最重要的几个人 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 一股莫大的悲伤 扼住了这个硬汗的喉咙 让他掩面痛哭 这个血海深仇 他必须要抱 他来到院子里 挖出埋藏多年的武器 此时老王也匆匆赶到 两人抱在一起 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 老王从后备箱 拖出活着的咖啡厅枪手 他们粗暴地逼问出了 克里斯面粉工厂的位置 无人机像是死神的姓氏 悄悄地潜入工厂 他飞向宫殿管道 哼的一声 整个工厂陷入黑暗 麦赫迪和老王 全副武装地杀了进来 枪口射出的子弹 裹挟着满枪的怒火 两个人宛如地狱杀神 势不可当 麦赫迪一把抓住丽娜 把他抵在墙上 丽娜说自己只想报仇 其他的都是克里斯逼他的 自己已经怀孕 根本无力抵抗 不想再造杀孽的麦赫迪 还是松开手放了他 却被逃跑的克里斯 开枪打中 麦赫迪中弹以后 老虎别无选择 只能先送他去医院 自己则带着珍妮 赶去克里斯的酒店报仇 带走了证据通知了警察 镜头一转 麦赫迪被靠在病院里 珍妮杀到医院 两人相视一笑 电影到这里戛然而止 片名黑帮之境 剧情方面 没啥好讲的 非常笼统简单 好在这方面的不足 在枪战场景上 得到了弥补 让人看得还算大呼过瘾 对此片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一下原片